社群文化的調查 急症西是生離死別的地方 面對病人的死亡 不是第一次 不只是一個很少見的事 在想時都會反思 會否做得再好些 當時做分流站 看到分流站全部鋪滿床時 我們也聽到 有些上年紀、中年那些病人 就問香港現在變成戰地醫院了 同一時間在這裏 16個病人需要急救 同一時間 如果在很多醫院的災難 我們災難的8個病人已經是災難 那時同一時間16個 第五波疫情雖然緩和 市民亦似乎重過正常生活 不過在不久前的香港 就經歷一場驚心動拍的疫情 當眾站在最前線的醫護人員感受最深 在屯門醫院擔任急症室醫生六年的陳宣華 對於當日病人迫爆急症室的場面 仍然歷歷在目 在疫情期間並不是增加了很多求診的病人 但我們累積了很多等候入院 等候隔離病房的求診病人 其實以前從來都未試過 很少有病人會過夜幾個小時 那段時間那些病人是滯留三四日 甚至五日 甚至一個星期以上 那段時間隔離病房都不虎應用 變成有逛逛逛逛 100至200個病人滯留在急症室 沒辦法上到病房 大堂逼滿病人 其實是看到人山人海藏山藏海 看到其實都有點彷徨 因為以前我們都可以逐個病人去處理 有多少病人有多少醫生看 但那段時間是有超過我們可以處理的數量 病人太多 而且分佈急症室 甚至走廊不同角落 別說說治療 找到他們亦都要花上不少時間 很多病人我們是 病人記錄 我們要找病人的位置 我們又要找 變成很多時候 我們很難找到病人 找到病人記錄 其實我們每天在這裡玩 尋寶遊戲 我們那時都試行過很多方法去處理 包括可能每個病人留下的記號 寫下它在哪個位置 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 安排醫生走一圈 順便畫一個地圖 去看看病人在哪個位置 每天就更新地圖 就告訴他們 這個號碼 這個位置在這個病人看什麼 相比起醫生 護士接觸病人的機會就更高 第五波疫情 對只有約三年之歷的 急症室護士田嘉儀來說 就遇上了寶貴的一課 對急症室的認知 是病人假設要急救 可能要一兩個小時 就可以預約病房 上病房可以離開 從來沒有試過 病人要在這裡等 一段日計 等整個星期 所以跟病人解釋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很荒謬 甚至病人要坐在外面 有帳篷的地方 可能後期有些多到 是要在一些 可能有少許露天 可能有些雨水會撇進來的地方 那時候就覺得 真的很深入 但荒謬的事 又豈止輪候上病房 急救時候的場面 更加是這名護士初哥 想像不到 我來到急症室 學急救房 是最先學 最接觸多得東西 那時候是一個姑娘 甚至兩個姑娘 會對著一個急救病人 但現在那次COVID 可能一個姑娘 要剛好在這裡 心佈復甦完 接著還要搶輸了 過了身 旁邊就有一個生的 患者等著你 平時擺了兩個 擺了四個 甚至五個急救病人 為了確保急症室正常運作 作為部門運作經理的陳子忠 幾乎是日以繼夜工作 除了醫護人員陸續 檢疫請假 安排人手之外 病人滯留在急症室如何處理 遺體太多的安置問題 都與她有關 去年COVID也有一個應急措施 門口有六個帳篷 二月初開始嚴峻 二月中的時候 由六個加到十七個 我做了38年護士 真是未見過這種情況 最誇張的一刻 我自己感受到 那天應該是3月1日 拾字車 拿一個緊急病人 進入急救病室 連她那張輪床 都進不到她應該進入的地方 不過令她最難過 都是大量遺體滯留在急症室 無法適當處理 平均一年 有300個病人過身 那天平均8至10個過身 堆積一些遺體 我的記錄都有超過數十個 超過六七十個 甚至有一個最嚴重 堆積最久的那些八天 最後跟醫院管理層說 可不可以買一些室外的凍櫃 凍櫃回來 我們其實都很早 推人的一件事 都幸好可以買回來 不過那時遺體已經 已經做到八、九日 都是絕對不理想 那時都收到幾十日 幾十個遺體 雖然凍櫃已經準備好 但要將遺體送往凍櫃 責任又落在護士身上 我們始終是人 其實我每天都很擔心 除了病人的情緒 同事情緒都很擔心 有些同事說 因為那些遺體真的太久 一打開門 就聞到一股氣味 已經不想再做 不要緊要我去做 OK 當然我會找一些願意肯做的人 去跟我一起做 然後全身有些 你知道我沒有試過 全身之後真的有些絲味 有些遺體味 那時有些人聽到一些土髮 就要教 要找些香 找些香來 來到少許癖味 做完之後 在外面直升機場 就找些煙燻一分 又好像好一點 我覺得又好像沒什麼味 雖然見到一個個生命的流逝 但陳子中希望 每個離去的病人 都可以有尊嚴地離開 又或者離開之前 得到家人的陪伴 不過結果往往並非他所想 這個病人好像九十歲 不過醫生寫著他 叫DNA CPR 甚麼叫DNA CPR Dulog Active Resert Cardipomone Resertation 即是不要救 任由他去死 就盡量不去救 我見到這個病人後 我跟同事說 早上見到這個病人要拿出來 給他房間 希望我家人陪他 不過找完之後 病人已經過了 疫情無情 亦都沒有人想再出現同類的事件 但今次抗疫經驗 反映醫護人員的應變能力 將來亦都可以提升 各間醫院的服務質素